哦! 然後給妳們看一下我今天的OOTD 耶!!! 耶!!! 新年快了! 兒童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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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猜嗎 結果裡面是樓下的七十塊雙 剛的五寶純麵包 你知道剛買四個五寶純麵包 買給我菇吃 我的禮物為什麼不是到餐廳才送 因為這樣才能讓你自己把它踢過去 好爽喔 Make it work Whatever we do We will be alright These holiday wonders We'll open your mind May all your wishes tonight Come true The love I live The dream I knew This Christmas I only wanna be close to you Hey 嗨大家,我回到家了,然後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的OOTD,有沒有很浮誇 今天的就是dress code 呢,大家都是穿一個黑色跟,不是,大家都是穿紅色跟白色的一個搭配 然後整體的主視覺呢,我訂的是華麗風,所以秀行是被允許可以穿不同的顏色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獨自穿了一件黑裙,然後這個黑裙上面的小巧思呢,就是這個要透不透的這個莎德袖子 就是我後來覺得我很喜歡這件,就是因為它這樣好像剛好遮住,所以你手臂也沒有露太多 就不會顯得太肥,然後這個就是拉上來的話呢,就會有點V0的感覺 你再搭一個項鍊,就會非常的剛剛好,然後看起來就是優雅,然後可能小小的微性感 但不會覺得很露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今天穿的時候覺得還蠻滿意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今天呢就是一個跟公司的人一起慶生的生日會 然後我也收到了禮物,給大家看 對,它的缺點就是它的這個會一直跑來跑去 然後我同事就說,這個看了,好想把它縫在你的肉上 先不用,好恐怖 然後今天呢,收到了,哇,SADO的禮物 然後重點是呢,這個SADO是希卡跟芳芳一起送的 然後這裡要跟大家想想想簡介 人物簡介,就是介紹一下我的同事 因為感覺之後VLOG也會很常出現 芳芳呢,就是你們平常很常看到 她就是平常都阿拉拉拉,就是很瘋的一個女生 然後希卡呢,就是做事情都很提前規劃的那種 就是不是那種SADO類型的 就是很仔細安排 然後好像我生日前一個月吧,她就已經跟芳芳說好說 她們要一起送禮物 然後希卡就已經馬上去購入,就是SADO的這組要送給我 然後就前好像一兩個禮拜吧 芳芳就是在逛街的時候突然想到 阿!她還沒買生日禮物 然後她就去又買了LUSH給我 然後結果她今天進辦公室的時候看到希卡提了這袋 然後她還想說,欸? 對齁,我們好像說要一起送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就得到兩份禮物 也太賺了吧 那我們來一一看一下這是什麼 LUSH這個布很可愛 欸這布整個就變香香的 可是這個布後面要在哪裡用我還真不知道的欸 這也太灰了吧 欸好像可以稍微記一下 好,算了,不要鬧 好,先開箱 首先呢是這個 這個貼紙好可愛喔 Crumble for the bubble 所以感覺應該是沐浴球嗎 好漂亮喔,我看一下 這是聖誕老人氣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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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還是我就不要拍掉 等一下直接去沖澡他就會變成泡泡 這是什麼聖誕老人氣泡蛋 真的是一個泡蛋欸 你們看 他這個聖誕老人 哈哈太可愛了吧 跟他拍一張封面圖 好久沒有讓你們看我拍封面罩 因為vlog們就是太忙碌了 我根本每支影片都沒有拍封面罩的心思 我都在剪片的時候就是硬截取一個我好像表情還OK的片段就直接上 好 那這個是子宮外勇 對對對 這就是木魚球 天啊 等一下這個地板要怎麼清哈 好 另外一個呢 摸起來應該也是木魚球 一樣拆一下看這什麼圖案 太可愛了吧 這是怎樣 一顆閃電欸 他叫閃光魔咒泡泡浴巴 也是那種泡澡的泡泡球 好 這個 噢這個 好香喔 這也是有點柑橘香的感覺 等我回半條泡澡的時候再好好的使用給你們看 最近真的好冷喔 這個禮拜是怎麼回事啊 大家有沒有好好保腦 我每天出 早上起床就我快要冷死了 因為我外出這邊用的是夏天被子 然後本來洗卡就覺得我沒辦法離開這棉被 我起不來因為一離開那被子就超爆冷的 好 不多說了 接下來開箱我們的傻布 這是Ruqu妳 跟方桃一起送的 讓我看看 � essas用 我的沙幫 Wilomma Triper 我有自分別兩年收了一模一樣的禮物 所以我只用過綠玫瑰和 我用過我直接用為一些什麼 hed里 莫莉花的 就是莫莉花的 然後它裡面呢給大家看 因為它這個盒子比較滿 啊!我要發脾氣 登登! 就是它長得是這樣子 兩個組合,然後這個分別是 那個 磨砂膏跟酸體乳 那我們來稍微聞一下它的味道 可是它們好像都會瘋膜 所以不知道我聞不得到 好像聞不到欸 可是因為我現在已經有服役中的那個 磨砂膏了,所以我想說先得要拆 不過乳液應該可以拆 因為我那一罐沙縫乳液剛好要用完了 剛好可以替換這個 那個沙縫是我去年生日收到的 所以今天剛好,欸這個剛好沒封我 啊~~ 它這個莫莉花香是很清香的 就是 很香耶 不會形容,這我真的不會形容 讓我想一下 可能是因為很常喝茉莉綠茶 所以就會有點跟綠茶聯想在一起 那種清香的感覺 就是 很香味的味道 然後它就是這個藍色的 很酷欸 因為那個綠玫瑰就是完全白色的 所以就很酷 好啦,那這就是今天收到的生日禮物 好開心喔,明天呢就是真正的生日到來了 今天的影片好像其實蠻短的 所以不知道,有可能會跟著明天的生日影片合併在一起 然後明天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計畫 我晚上會去吃 乳絲葵,就是牛排瓜 然後白天就一樣去上班 沒錯,這就是 今天的影片 不行,今天的影片不能停在這裡 因為我突然間想到有要做事情 我每次說這個影片就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想說不行 突然間想到有事情要分享 就是,今天就是那個做深度清潔的好時機 因為明天就是生日了嘛 然後 雖然我昨天已經洗頭了 因為你們的投票 如果你還沒看那個投票那集的話 請你點這邊 你可以看到大家用IG控制我的一天 然後我那天就是有去洗頭 就是雖然我昨天已經有洗頭 但我覺得 就是 生日好像還是要有一顆乾淨的頭 迎接生日還是比較儀式感一點點 所以 今天應該還是會洗個頭 然後帶你們 看看我深度清潔會做哪些步驟 就是 當我想要洗澡一個小時 慢慢洗的時候 會有哪些步驟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 Get Unready with me Go iku HAVE AK MINGDOUCH HELLO 大家 來跟大家講一個很荒謬的 就是剛剛前面的影片呢 我不是都沒有講話嗎 因為我想說這種 就是在日式上 可能很難收音 講話會不方便 所以我原本想說我要用後製錄音的方式 去幫我前面的片段配音 但是呢 我覺得 但是現在呢 我立馬想到一個難題 就是 我每天日更 就是好像沒有時間可以幫影片配音耶 所以現在又立刻出動自己的聲音 然後現在又錄影 是不是又是一個蠻好笑的很真實的錄影場景 就是其實我是想要很維美的 帶你們做這個深度清潔的這個畫面 但冒線好美吧 就是會很居家 然後我剛剛給你們看的呢 就是我曾經在我的近期購物裡面 推薦的這個髮膜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可以看這邊 然後它就是有上下兩個 下面就是我剛剛塗的那個黃黃的呢 就是髮的部分 就是膜的部分 然後它上面特別的帶有這個浴帽 這個浴帽看起來平凡無奇就是一片塑膠 但是它是會發熱的浴帽 就是從你拿出來開始呢 它會慢慢的加熱 就有點像蒸氣眼罩這樣 然後你就這樣把它套住你的頭 很醜耶 天哪 套住你的頭之後呢 就是把頭髮這樣盤進去 我這到底是什麼 超真實Vlog 好 這樣都套好之後呢 這裡有個貼紙 我們把這個貼紙撕掉 然後就可以按照你的頭型 很準確的就是服貼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就完成這個護髮的動作 然後因為它就是包越久 效果就會越好 它其實五到十五分鐘 然後如果是深度清潔 就是我會用到這個髮膜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可以就是包最久 所以我會大概放這個十五分鐘 那這中間要幹嘛呢 當然是不能浪費時間啊 我會走這個 先用這個Kiehl's的 亞馬遜泥膜 來敷一下鼻子跟鼻翼啊下巴 你們看我最近這邊長痘長到一個不行耶 雖然我其實就是翻不太清楚 到底是太乾還是太怎麼樣 但是我先把它判定為 就是不夠清潔吧 因為不知道耶 就是你知道皮膚有毛病的時候 但是摸不透 所以我先再就是仔細輕輕看 如果它還是這樣的話 就可能會去看皮膚可能 好 就是因為現在是冬天 所以我兩頰上是不會上的 就是只上鼻翼跟下巴 這會vlog真是樂曲真實 一點都沒有未美的感覺 跟我原本想像的畫面非常的不一樣 不過呢這些產品也都是我真心想跟你們分享的 所以儘管畫面蠻醜的 還是會播出來給你們看看 沒錯 好 大概就是這樣 敷一圈之後呢 就可以等待這個15分鐘 那這個15分鐘也不能浪費時間 我們現在還要進入下一個清潔步驟 那就是 登登 使用這個Sabon的 那個 有頭髮 Sabon的這個 它叫什麼 磨砂膏 對 就是我剛剛生日禮物有收到的一份 然後這是我 聖政福利的綠玫瑰 啊 相當於不行耶 好香喔 它就是有這個木勺可以這樣挖 好 現在帶你們進這個Tuck 哇 好魔幻的一個迷霧喔 來幫你們擦一下 好 好 我剛剛已經把磨砂膏就是用完了 然後我一般都是會在關節的地方特別的搓揉 可是我身體的其他地方呢 也都會帶到 因為它們是有那個油的成分的 所以你這樣搓完一圈之後 沖掉都會覺得皮膚很嫩 就是有上過油的感覺 我超想買他們家的沐浴油的耶 因為我就覺得冬天好像 就需要沐浴油來洗澡 好像會比較滋潤 不然只有光差乳液 好像就少了一層的感覺 但反正這個抹擦膏就是 稍微有一點點取代沐浴油的作用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我沒有用過沐浴油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洗完 是那種滑滑嫩嫩的 但我其實也有看過很多評價 很多人不能接受這種感覺 好像覺得像沒洗乾淨 所以可能就是見仁見智 不知道Sabon有沒有試用品 大家可以拿一下試試看 如果喜歡再買 因為它一罐也是蠻貴的 然後現在呢 在等它乾以及等它好的時間呢 因為還沒15分鐘嘛 我都會先行的刷牙 沒錯 就是會把所有能做的事情呢 淋漓盡致的做完 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深度保養 準備好 看到餐廳 每天到晚餐 發酵 I can't hide it We'll just shake our heads And when no one is listening 嗨大家 剛剛的畫面呢 停留在我搶那個 WILLS YOGYO失敗 我原本以為我今天生日就是會比較幸運一點 就是過12點是我生日嘛 想說我今天就有種那種感覺 我今天會搶到 結果還是沒搶到 而且我剛剛呢 就是不是敷著那個面膜嘛 現在都卸掉就是因為 就在我搶完那個筒子顯示失敗的時候呢 就門突然這樣 叩叩叩 超恐怖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我聽錯 然後又叩叩叩 然後又叩叩叩 然後那時候就站到門邊去看那個毛眼 是叩叩 就沒有人 可是走廊燈是亮著的 走廊燈是那種感應式的 所以如果沒有人的話就不會亮 燈是亮的 然後沒有人 然後我就死不開嘛 就很可怕 然後還一直減叩 我就鎖到有沒有鎖好 然後又叩叩叩 然後又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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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我剛剛是有很吵嗎 現在是鄰居來抗議嗎還是怎樣 可是如果鄰居來抗議 不是應該要就是我貓眼要看得到他人嗎 然後我就真的是死不敢開門 然後就勾勾勾 然後後來可能發現我死都不開門之後 我朋友才站起來 然後帶了蛋糕來 就是慶祝生日 雖然我才剛刷完牙 不過我現在因為那個草莓蛋糕要趁新鮮吃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趕快來 第一個生日後的第一顆蛋糕 這個蛋糕呢 天啊我現在素顏好醜 這個蛋糕呢是玉果子花雨的 然後他是一個蠻厲害的 甜點師開的一間 甜點店 然後他在市政府那邊 在松菸附近 然後這個是草莓蛋糕 然後他是用百分之百 純生乳做的鮮奶油 就是意思就是說 他是完全用鮮乳去做成的鮮奶油 就是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所以他就會比較難照顧 像你們看這邊就是 我剛有拍特寫 就是他已經底部整個融化 就是很可愛很像雪人耶 就是還會融化 然後反正 他就是要當天馬上吃 所以我們就馬上 開吃啦 好了 因為這些甜點呢 都是生命有限 所以我現在完全顧不了自己的頭髮 這麼的狼狽 然後繼續介紹 下一個甜點呢 也是玉果子花雨 他們家 我剛剛草莓蛋糕的時候 好像說成玉果子花園 但他叫玉果子花雨 然後可麗露也是他們家的招牌商品 他包裝很可愛耶 很像一顆粽子 然後現在立馬來吃 然後他們家用的那個可麗露奶油呢 叫做愛許奶油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反正他就是一個很頂級的奶油品牌 算是奶油界的可能愛馬仕這種感覺 然後他們家的可麗露都是當天出爐了 所以感覺會很不錯喔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要直接吃囉 可是他摸起來是有點軟的 吃吃看 好像是因為保存的關係 因為他有點軟掉 因為他裡面的餡是嫩的 然後香味也很夠 就香草的味道是很香的 很香 蛋糕頭 就沒辦法 因為軟掉了 所以可麗露就要點 好像給出一個實際的品牌 不過他是會直接 在我們店裡吃吃看脆的版本 但他裡面的這個 他的風潮的孔隙很美耶 而且裡面是超級嫩 裡面超級濕潤的 很不錯耶 好想知道他很脆的口感是什麼 好想知道他很脆的口感是什麼 我們現在進入草莓蛋糕的口感 好香喔 直接切囉 感覺超好吃的 吃蛋糕囉 吃蛋糕囉 冰雞蛋糕 我台南糕的口感 讓他在表面上這樣 稍微咖啡色一點 哇真的好甜喔 它是堅果口味的欸 這是什麼果啊 這是開心果嗎 這是開心果口味的欸 好好吃喔 超級爆炸的香欸 就是開心果的味道濃郁到一個不行 我現在好狼狽喔 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然後它蛋糕體也很濕潤 好快樂喔 我收到了生日禮物給大家看 它剛剛提示是復古 然後我就一次性相機就猜對了 但它好像不是一次性相機 它是底片相機 超美的 而且它本人就長得好復古喔 我覺得應該要晚一點洗澡的 大半個片段都是我素顏的狀態 然後頭髮潮濕 哇 好美喔 還有附那個 帶它出門的套子 然後 這個相機還有 手的那種怕掉的那種 但是 朋友呢 只有買相機沒有買底片 所以 所以 OK 底片要自備 等我 研究一下它應該要用哪一款的時候 我再來買 這怎麼開啊 完蛋 連這個都不會 反正這就是裝底片的地方 然後這就是它的鎮 它的手感比想像中輕耶 看得到你嗎 好酷喔 這應該是自己的封面招 喔 Christmas tree The leaves are so unchanging